女王是一部于2006年上映的英国剧情电影 由斯蒂芬·弗里·尔斯指导 影片以1997年戴安娜王妃去世后的真实事件为背景 展示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在面临这场悲剧时的个人困境和皇室的应对 故事围绕着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节奏展开 由海伦·米伦出演 女王面对戴安娜王妃的去世 是现在个人悲痛和君主职责之间的纠结中 她的冷静回应与公众对于更加明显的悲伤表达之间产生了冲突 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和批评 与此同时 电影还展示了女王与当时的首相托尼·布莱尔之间的互动 麦克尔新扮演的托尼·布莱尔试图让女王在这一事件中展现出更多的同情和共情 与满足公众的期望 这引发了女王作为君主和传统价值观代表的内心挣扎 同时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对于权力与同情心之间的冲突 女王通过细腻的剧情和精湛的演技 深入描绘了女王作为个人和君主所面临的独特困境 影片突破了皇室形象的冷静外表 展现了女王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以及她不断调整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 影片的表现形式和情感细腻度赢得了广断赞誉 尤其是海伦敏伦的精彩演绎更是被誉为一大女王的传世之作 女王以真实事件为基础 通过虚构和艺术创作 以人性的细微表达和权力与同情心的冲突 呈现了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一场公众悲剧中的心理挣扎和个人成长 这部电影不仅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情感的共鸣 越引发了对于权力与责任 传统与现代的深入思考